字幕文字幕提供 字幕秘書 Hello 在15分鐘後我就要去吃飯 然後現在想說 跟大家聊聊天 聽得到我說話嗎? 哈囉 下午好 哈囉 剛剛好像就是有50個問題 然後呢 大家都很踴躍 所以就是 上來跟大家聊聊天 然後我等一下就要吃飯了 嗨 吃什麼 剛剛好像有蠻多問題的耶 大家要不要再幫我 留言一次 嗨 要吃什麼才可以跟我一樣美 哈囉 有500個人看我覺得有點害羞 正在煮雞湯 我媽好像也有煮雞湯耶 為什麼是隊長啊 隊長是什麼意思 哈囉 有人有問題要問嗎 4月5號吃什麼 吃... 我也不知道耶 去東區吃好了 看有什麼美麗的店 很多次沒有被我回覆喔 那你想要問什麼問題 嗯 複星跟火航中間有失業期嗎 嗯...好像有 中間有停大概三到四個月吧 這裡直播可以送禮物嗎 不行 嗯... 我等一下 大概六點半 再開直播 好 我爸叫我吃飯了 哈囉 好尷尬喔 我才剛開直播 我爸就叫我吃飯 先送200支 我不知道 我沒有玩過直播 所以我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可以送禮物什麼的 搭一樣的班機 可是我都不太確定 我什麼時候 有那個耶 嘴唇有打玻尿酸 沒有我本來就是 屬於蠻厚的 嘴唇蠻厚的 該吃飯 對我爸剛剛叫我吃飯 可以跟我媽吃飯嗎 不可以 吃不胖 吃不胖是因為我覺得是體質問題耶 我不知道為什麼會 吃不胖 但是我真的沒有想要炫耀 因為我其實蠻想要吃胖的 有沒有考慮回跟妹妹投 應該沒有吧 大家喜歡我 妹妹投嗎 準備上課 下次有機會再來看我直播 好 我直播以前我先預告啦 因為我現在有點 就想說心血來超 想說直播一下 最近我沒有要去香港 都戴什麼隱形眼鏡 我好像有分享在我的那個貼文裡面 叫做CA baby的 然後他裡面都是一些韓國的 我是覺得 戴起來都還蠻舒服 還不錯 他在新竹 弟弟在新竹 可以直播化妝嗎 可以啊 還是說我等一下大概 六七點的時候再開一次 然後大家再問我問題 因為我好像必須要先去吃飯了 那個愛心狂噴欸 謝謝 好 一開播就五百人 對啊 但是這個直播我還是會留著啦 只是 喔然後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是我最近有去再去補那個 嘴唇的顏色 所以我這個顏色 是我完全就是都沒有畫口紅的 只是我這邊有點小小的脫皮 然後我之後會再來跟大家分享 今天我不會去市場營業室 我今天都會在家裡 帶我們一起去餐桌吃飯 不行啦 我爸媽會害羞 想看吃飯 不行 哈囉 應該不會很糊對不對 對 是文純嗎 應該算是吧 就是 嘴唇的顏色 比較不會因為擦口紅 而吃掉那個顏色這樣 那我晚一點再開直播 掰掰